首先我们来看一段日本的建造教学 中华武术远远流畅 在冷兵器特别是短兵器同意 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双手持握 例如刀法 另一类是单手持握 例如剑法 那么刀法就跟现今的日本建造 双手持握的进行对抗的一种比赛 使风格比较接近 这两者之间有较多的界限的关系 单手持握类的 类似于中国的建设 那么这种风格就跟基建有相似之处 因此我们这个教学会通过这两个的对比 来阐述一下目前中国冷兵器的一些技术特点 欢迎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使用行异拳 加屏幕下方微信 进入行异拳学习群 那么刚刚开篇之后 大家都发现 那么只要是双手持握的冷兵器 在世界上诸多流派 它的一个发力特点都是通过手 手臂的屈身获得一个距离然后下劈 这一点是与行异拳刀术的积极功格所不同的 首先行异拳的刀术 降丘 刀尽量的不动 通过身体来批砍的动作 如果我们都以下劈这个动作为例 进行阐述的话 我们到日本见到 双手高举获得距离 双手高举 获得一个做工的距离 而如果同样是一个下劈的动作 按照行异拳的劈刀 这样一个动作是这样 没有上台 身体往前拂 是这样一个动作 两者之间有一个细微的对比 那么按照行异刀的这种思路的话 如果双手伤害 在一瞬间会被敌人攻击进来 有可能就会杀伤对方 但是这一瞬间有可能自己也会受伤 因此他将刀背藏身 通过刀作为一个盾 刀尽量的不动 用身体去批砍 那么有个朋友就被问 那么这样会否代表力量更小 那么我们结合一个失利连绩的面试 当对方握着我们的刀 那么这就是行异拳所谓的批拳 如果我们裁脱 我们裁脱的方式 是批不下去的 这里是我们研究这个军事做工 对方格挡住 他用刀 但是我们现在用手 格挡住之后 我们就批不下去了 就无法完成 克服对方 盯起格挡也有一种方法 但是他按照行异拳的一种批拳 或者批刀的发明 他是用身体 刀尽量的不动 身体去碾压 这样的一个力量 是相当大的 下面我们再来做一下演示 这也就是模拟对方兵器的一瞬间 那么身体往里感压 因此会造成一个 所谓拔根或者催根的效果 因此行异拳的比这样 当对方双手持握的时候 那么我们如果是批拳 也是用手力举极大 对方顶住 那么我们是没有任何力量的 对方都把我们推的降不住了 先进去做 先进去做 这样的发应批拳 那么这样的力量 无疑是强大的 因此我们反观 世界上双手持握兵器的一种格斗技术 那么统一的都是 那么手上抬下批 通过距离产生一个作弹 如果没有这一块的距离 刀上去到刀落散之间 那么它是很 那么它是很 那么按照中国武处 内加拳 特别行异拳的刀牌捞球的话 是刀不动 它是用心的词物 刀不动 用身体去起钻落翻 去做这样一种杀伤性的效果 因此这种词物 是跟国外的这种冷兵格斗 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特别把这节课提出来 说明的就是 那么传统的行异拳的刀法 双手持握的刀法 与世界上诸多流害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它有它的好处 也可能有它的坏处 我们需要变成的来看 希望大家看了这节课之后 会对行异拳的刀法 发立一刀法 有一个新的理解 有一个新的刀法 有一个新的刀法